台北市大安林姓仲卿会召开会员大会 特地举办的祭祖仪式场面隆重庄严 理事长林静元除了会晤的推动之外 对于关怀弱势也是不予余力 希望号召更多人加入公益行列 在会员大会召开之前 大会主席林静元理事长率领全体李坚士 进行祭祖仪式场面庄严隆重 我们大安会大概人数应该有三百多人 那我们每一次开大会就有一个祭祖的活动 当然这个祭祖就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 一个祭拜祖师的方式 我们就是圣中追眼 所以从我们笔甘宫 我们林间 监宫 陆宫 还有马祖 这个是我们祖先的一个起始 所以说我们祭拜这个活动 有一点圣中追眼的意义存在 没有祖先也就没有后代子孙 因此透过简单的祭祖之力 借此弘扬祖德 林静元指出年度所召开的 林姓中青会员大会 除了说明会晤工作推展事项之外 更强调关怀弱势 大安林姓中青会在推动社会公益方面 更是不落人厚 我们每年都有赞助贫困的优良鞋子 这个鞋费或是各方面的一个补助 另外我们每一个礼拜天 也会召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我们到各贫困家庭实地去访问 那并且送一些物资 比方说米或是有离癌的 我们就送一些安宿营养品 来给这个贫困人家 我们大安会一向表现非常好 因为尽管做人公民 叫口叫人 比照我们的中秋的主旨 就是比肝忠孝群 马祖尺别人的政治去做 我真感谢大安会 迎接整新的一年 林静元对大家有所其勉 在新的一年 我请祝福我全体的中青 身体健康 和家平安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为了感谢会员及全体礼监事 对中青会的大力支持 主办单位还特地安排林姓会 以增进中青们之间的情谊交流 美丽的主持人 在台上热情高歌 并祝福大家龙年快乐 现场气氛好热闹 记者黄又贤综合报导